这个男人正准备一枪解决自己 他刚在一场战斗中失去了所有的战友 现在的他被四个人死死摁住 他嘶吼着 仿佛要把灵魂都呕吐出来 两年后呢 他已经颓废到不休蝙蝠 整天酗酒颓废 现在的他也就是一个破俱乐部的保安 有人来闹事他也会出面解决 这也就是他的一丁点的雄风了 每天回到家里也就是酗酒 只想要这么醉生梦死下去 直到和自己的生死战友们团聚 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回到家里 却发现两个天降的陌生孩子 一个八岁的女孩 一个三岁的男孩 女孩掏出一张照片 是他们的合影 照片中他的爸爸正是男人两年前失去的好兄弟 原来呀 孩子的妈妈因为煤气中毒 再也没有醒过来 孩子呢找不到亲戚 只能来投靠这位二爸爸 男人非常不想要这两个孩子 有两个原因 一个与他心中的恶有关 他不想改变堕落的轨道 另一个与他心中的善有关 他不忍心让自己的堕落影响到孩子 于是呢他来到了福利院 想把这两个孩子交给福利院来抚养 毕竟跟着自己还不如在福利院里好些 可对方说 这两天来回访 他只好先回家带孩子 没想到呀 女孩把他以前的战功 奖章 战友合影全拿出来了 男人怒了 差点骂他 女孩颤了一下 似乎要哭 但下一秒又展开了笑颜 这个女孩经常会这样 总是在某个瞬间几乎要大哭起来 但下一秒偏偏不哭 还让自己笑起来开心点 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伤心 多少次自我开解 才能训练出这样的习惯 有多少成年人都没有这样的心态 这一天他在店里忙 怕小男孩自己受伤 于是把他挂在了墙上 可这一幕刚好被赶来回访的护工看到 以为他在虐待小朋友 大骂了他一顿 但当男人像发泄一般的把惨剧的真相告诉他 他哑口无言了 孩子的父亲是我最好的兄弟 死了 因为我 我们整个队伍的兄弟死了 因为我 都死了 因为我 每当看着他们的脸 每一分每一秒 我就想起我死去的兄弟的血 溅在我的脸上 太残酷了 难怪他想送走孩子 没想到这一番话 却被一旁躲着的小女孩听见了 他当天就离家出走了 男人很快找到他 他在妈妈的病房门口 他第一次看见 这个一直微笑的女孩 眼角的泪痕 男人心里十分自责 决定重新帮他唤醒笑容 他策划了一场好傻又好爱的惊喜 叫了一堆兄弟 陪他演一出傻蛋秀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这样的犯傻才叫真诚 女孩终于露出了笑容 然后女孩要走了 男人却请求他再给他一周时间 女孩差点哭了 但结果他又一次笑了起来 有一个特种兵 陪着玩过山车 那叫一个无敌 碰碰车百般飘移 射击游戏百发百中 最后奖品抱到手软 和这个爱笑的孩子在一起 让他渐渐重拾了活力 生活似乎正在慢慢变好 但危险却悄悄靠近了 有天夜里 女孩在家附近发现了一个男孩子 拿出一个小蛋糕递给他 男孩犹如豺狼一般把蛋糕吃了 这个男孩是一个小杀手 被一个变态杀手训练多年 就是来监视那个退休特种兵的 女孩把小男孩带回家 给他爆炸伤口 告诉他饿了就来找他 从小被恶魔带着的男孩 哪见过对他这么好的人 他被小女孩治愈了 不久 他想正式领养这两个孩子 于是他倒掉了家里的酒 剪掉了男看的长发 刮掉了邋遢的胡须 开始每天健身 生活走回了正轨 渐渐的 带娃都变得得心应手了 一手煎蛋 一手咬奶 一点都不费劲 他正式发起了 法律意义上的领养申请 为了让他成功 朋友们给他筹钱 把房产证借给他 天天陪着他练说辞 但来到法官面前 他反而抱着心诚择灵的希望 说出了真心话 他顺利地得到了抚养权 可是恶魔再一次挑战他 这天他和小女孩 参加店里的家庭射击比赛 每个参赛家庭都打扮成特种兵 拿着假枪互相射击 但突然男人听到一声 熟悉的枪响 腿上一阵熟悉的撕裂疼痛 他知道自己中弹了 参赛的玩家中 有一个人是来找他寻仇的 他不知道是谁 小女孩危险了 在真人吃鸡游戏中 男人突然腿上剧痛 他知道自己中弹了 是真弹 也就是说有带着真枪的人 混进了玩家之中 这时对讲机中传来一个声音 来找他寻仇的神秘人 神秘人很狂 还告诉他 我在你身边藏了把手枪 可以拿来打我 男人捡起枪 很快 整个场地的灯被关上 在场的玩家们都非常纳闷 很快拿枪的敌人出现了 男人追上去 没想到这时神秘人 已经把小女孩找出来了 然后他把小女孩推出来 男人开枪正好打中了女孩 神秘人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走了 男人抱着孩子拼命冲向医院 索性女孩没受大伤 等他痊愈 男人把他转交给了福利院 他直接杀到了敌人的目的 解决了小楼论后 男人和仇人开始一对一决战 最终两人都受了致命伤 双双倒下 一个月后 女孩看到的男人 留给他的视频 那是他曾经说过的愿望 这时男人来到他身边 递给他一张纸 是一张正式领养证书 从今往后 他就是他的爸爸了 女孩流着泪说 你要是来跟我道歉 然后又要死了我 你现在就走 爸爸一脸温柔 对他摆出了他最擅长的表情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失去过才懂得珍惜 悲伤过才理解幸福 如果你总是流眼泪 那么我也希望你开心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